台湾这个以半导体、电子设备等高科技产业文明的地区 近年来在无人机技术领域也展现出了非凡的实力和显著的进展 台湾无人机技术的崛起 不仅仅是一个行业内的亮点 更是全球科技领域瞩目的焦点 商业智能研究平台 Drawn The Free Insight 在最新发布的无人机就续指数报告中 以实用性、人才资源、空域整合等六项关键参数为基准 对全球无人机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全面评估 在这份报告中 英国和澳洲并列第一 而台湾的表现也让人眼前一亮 台湾在无人机研发领域 拥有一批实力雄厚的科研机构和公司 这些机构和企业 不仅汇聚了众多顶尖的科研人才 还积极投入无人机技术的研发与创新 他们致力于将最新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 推动无人机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发展 这种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模式 使得台湾无人机技术 从理论到实际应用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在消费级无人机领域 台湾的无人机产品以其高品质 高性能和易用性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好评 消费者可以轻松购买到这些无人机产品 用于航拍 娱乐和教育等多种场景 而在军事领域 台湾的无人机也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 这些无人机不仅具备先进的飞行性能 还配备了高精度的传感器和5G系统 能够执行侦查 打击和情报收集等任务 为保卫安全和维护地区稳定 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 台湾的无人机技术 还在自主飞行和智能控制方面取得了突破 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 无人机能够自主完成复杂的任务 如自动避障 路径规划和目标识别等 这些技术的应用 不仅提高了无人机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还扩展了无人机的应用范围 使其能够适应更多领域的需求 展望未来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 台湾的无人机技术将继续发展壮大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台湾的无人机技术将在更广泛的领域得到应用 为人类社会带来更多的便利和可能性 台湾制造的微型涡轮推射引擎 在乌克兰无人机残骸中被发现 这一意外发现引发了广泛关注 通过俄罗斯媒体发布的图片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枚 藏身于被击落的乌克兰无人机残骸中的台湾制造宝贝 这不仅揭示了台湾在某些领域的技术实力 也让人不仅联想到台湾在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中的独特地位 据了解 这款引擎属于东高新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G系列涡轮机中的Turbine K210型号 该引擎专为遥控飞机和自制无人机设计 价格昂贵 高达数万台币 其官方数据显示 这款引擎的直径约为112 6毫米 长度达到286毫米 重量大约1 6公斤左右 尽管体积小巧 但它的性能却十分惊人 最高转速可达每分钟33000至12万转 最大推力达到21公斤 更令人惊讶的是 它可以使用各种燃料 包括柴油 航空燃油 JTE甚至无燃料 这显示了其高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东高新公司的产品线相当丰富 除了K210外 还生产多款不同规格的涡轮发动机 包括K70 GK85 GK100G和K120G等20多个型号 这无疑展示了该公司对产品系列的深度开发和广泛布局 然而 在当前的俄乌战场上 多数无人机采用的是活塞或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使用喷气发动机的无人机相对较少 因此 乌克兰使用的这种小家伙的重量 估计为约10公斤左右 无疑体现了其在小型无人机领域的创新和应用 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台湾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和创新能力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这款喷气无人机时 不仅要将其与美国的自杀无人机 弹簧刀进行对比 弹簧刀虽然轻强 仅重2 5公斤 但其巡航速度 却受限于每小时100公里 相较之下 乌克兰军队所选用的这款喷气无人机 则展现出了更为出色的性能 更快的速度 更远的航程 以及更大的威力 这款微型涡轮喷气发动机在罗形飞机领域早已声明远扬 而其在军用无人机领域的应用 更是充分展现了 台湾在无人机技术方面的实力与潜力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产品不仅性价比极高 更在实战中经受住了考验 为乌克兰军队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无人机作为一种近年来展露头角的新型武器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其在战场上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交战双方纷纷将无人机作为侦察敌情 直接攻击敌方目标的利器 面对这一趋势 台湾科学研究院积极响应军方需求 致力于发展军用无人机技术 并努力将成熟技术与产业共同推进 以构建完善的无人机产业链 目前 台湾科学研究院已经在军用无人机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 他们已经量产并交付给军方的无人机 包括红缺二型 瑞渊乙型 陆军战术进程无人机 和反辐射攻击无人机等 这些无人机各具特色 功能多样 为台湾军队提供了强大的战斗力支持 此外 台湾科学研究院还在研发腾云大型无人机 瑞渊二型和红雀三型等项 这些新型无人机将进一步提升台湾军队的作战能力 此外 美国媒体还报道了台湾在无人机领域的另一项重要计划 台湾正在不断扩大两项军备计划 以发展无人机风群技术 这两项计划分别是着重于进攻用的无人机队和防御与反制用的无人机防御队 这一战略布局不仅体现了台湾在无人机技术方面的前瞻性和创新力 更彰显了其在维护台湾安全和地区稳定方面的坚定决心 在与阿拉伯联合各国举行的IDX武器展上 台湾科技企业也展示了其在无人机防御领域的实力 创未来科技表示 由于需求增加 他们的目标是在2023年生产100套反无人机雷达 这一目标的实现将大大提升台湾在无人机防御方面的能力 为保卫台湾安全提供有利保障 同时该公司还与其他三家私营公司合作 共同研发和生产反无人机设备 以提供更全面更高效的无人机防御解决方案 台湾在无人机技术领域的雄心壮志令人瞩目 据最新报道 台湾计划于2024年6月之前 集结大约3200架不同型号的军用无人机 并致力于在未来两年内 构建全球范围内最全面的无人机防御体系 以全面覆盖军事和民用技术设施 这是一场不断演进的技术竞赛 要求台湾在无人机技术方面持续创新 不断进步 腾于无人机的成功研制与部署 无疑标志着台湾军备领域的一次重要危运 未来台湾计划将本地的材料产业优势 特别是石墨烯等先进材料 融入无人机研发中 进一步推动逆宗无人机的发展 这种无人机预计将大幅提升战场存活率 并极大增强任务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腾于二型无人机作为大型无人机 具备长时间滞空能力 能够深入大多数地区 执行侦查和反制任务 其外观尺寸和动力系统与美国MPU-94神无人机相似 采用PP-331发动机 可搭载超过1500公斤的载荷 除了能够携带地域火飞弹和通用炸弹等传统武器外 腾于二型还具备携带新型武器 如万箭弹和反箭飞弹的能力 这款无人机不仅擅长侦查任务 还能提供强大的反击火力 为战场提供全面的支持 此外 齐瑞渊无人机也是台湾无人机领域的一颗璀璨明珠 这款无人机由台湾科学研究院为台湾陆军精心研发 后交付给台湾海军的海上战术侦查大队使用 齐瑞渊无人机主要负责执行日夜侦查和战场监控任务 具备卓越的飞行性能和高效的侦查能力 在灾难发生时 它还能提供空中通信 中继和灾害评估等支持 为救援工作提供宝贵的帮助 一套完整的齐瑞渊无人机系统 包括起降操控站 地面导航控制站 便携式图像接收器 情报传输系统 飞行模拟器 战术运输车和四架无人飞行载具 形成了一个高效 全面的无人机作战体系 瑞渊无人机的地面控制站 作为整个无人机系统的重要枢纽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它细致地划分为起降操控站和任务导航控制站 两大核心组成部分 每个部分都承担着不可或缺的任务 起降操控站作为瑞渊无人机起飞和降落的指挥中枢 其职责重大且精细 它确保了无人机在起飞和降落过程中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为无人机顺利进入或离开战场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而任务导航控制站则负责无人机在起飞和降落之外的所有飞行计划 这一控制站内部 既不惜分为导航控制台 情报传输控制台和载荷控制台等多个模块 导航控制台犹如无人机的大脑 它精确地规划着无人机的航向 高度和姿态 确保无人机能够按照预定路线高效执行任务 情报传输控制台则掌控着信息的收发 实时传递着战场上的重要情报 为指挥决策提供了及时准确的信息支持 而载荷控制台则负责控制机载摄影机和其他载荷设备 使无人机能够充分发挥其侦查 打击等多元化功能 任务导航控制站的通讯和信息处理设备 根据任务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对于短程任务导航控制站而言 它配备了完整的通讯和信息处理设备 以确保无人机在短距离内的信息传输 和指挥控制的高效性 其中微波通信天线采用全双弓传输模式 能够在同一频段内同时进行收发操作 大大提高了通信效率 其工作波段涵盖了Chief ESC和X波段等多个频段 以满足不同任务对通信频段的需求 而长城任务导航控制站 则通常部署在高山雷达站上 由于部署空间有限 且可以与雷达站共享设备 因此它并不需要单独配置通信天线 这种设计不仅节约了成本 还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 长城任务导航控制站 通过共享雷达站的设备和资源 实现了与短程任务导航控制站的无缝对接 共同构建了一个全面 高效的无人机控制系统 总的来说 会员无人机的地面控制站 以及精细的划分和高效的运作机制 为无人机的安全 高效运行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无论是起降操控站 还是任务导航控制站 都展现出了 台湾在无人机技术领域的 深厚实力和创新能力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 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本期视频 guests